贝儿 怎么了师哥 你有没有叫过鸭 鸭 不好意思 师哥 师哥今天给你叫了个鸭 鸭 怎么好意思呢 你想不想试试 我真的没试过呢 法师总有第一次吗 被鸭在哪里 鸭在这里 绝胃压婆 病毒无情 绝胃有情 我是李特 我是贝儿 我是贝儿 今天我们来为大家 闭门开吃 吃什么呢 绝胃 绝胃的卤味 你看卤好多东西 海带啊 藕片啊 这些菜类的 红爪 小龙虾 香球啊 油味 石头氧非常的好 非常的丰富 耶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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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疫情期间病毒肆虐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保持良好的 个人卫生 对不对 你们一般吃卤味 可以带胖吗 手套啊 你想什么啊 真的是 来 谢谢 哪个 呃 你是什么 我知道本地人很多东西不吃 这个猪脚你吃吗 选择不吃啦 凤脚 没有耶 鸭脖子 本地人是 鸭蛇 鸭蛇 没有 那么既然你有这么多不吃的话 我们从第一个开始来 他不吃的 今天我们一定要让这个新加坡人 尝试一下 哈哈哈 鸭 鸭 这是爵味他们家的招牌 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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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受欢迎 是你喜欢的吗 这个绝对是在那种秘密货间不能吃的 哈哈哈 是吗 臭 不会啦 不会臭 来来来来来来来 试一下啊 你先来 我想看你吃的表情 是我要一样的 有肉有肉 有肉 哦还挺辣的 嗯 还蛮好吃的耶 打开的丝丝丝的 哎呦我的天 你的第一次了 来来来来 我喜欢这个辣味 他们家还有那个甜辣味和乳香味的 乳香味是完全不辣 甜辣味有点辣 但我感觉都没有这个麻辣味的好吃 嗯 这麻辣味的很好吃耶 它的这个呢 口感是偏硬的 我喜欢吃卤的稍微再辣一点 这个肉感觉还是蛮 蛮筋道的那种 就是吃鸭脖 很难把它吃得很干净 因为它那个肉是很贴着那个骨头的嘛 嗯 然后你感觉好像 上面还有肉 然后但是你又吃不干净 然后就很可惜 反而这就是吃鸭脖的乐趣 就在于这个啃的过程 接下来最想体验是什么 非常的害怕 里面的一道开鸭蛇 好开鸭蛇 嗨 这怎么切肉 自己是拿大的吗 是的 对对对 哦 我很不行耶 看他吃鸭脖的时候 我们好像在吃野外的感觉 这个又不是蝙蝠 好吧 来来来 它整容长得有点扭曲 一二 一口吃吗 不用一口吃 你可以慢慢拿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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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感觉 它的那个弹力让我觉得有点恶心 就是 哦 哦 哦 嗯 那很好吃 你直接咬断它它里面就吃了 嗯 它的那个弹力让我觉得好爽 你要知道这鸭蛇买的是很贵 所以这鸭蛇里面只有一个车 那多少钱啊 多少钱 15块钱 90克 来咱们试试这个猪蹄子 猪蹄子 辣的猪蹄 售价8块 一个猪蹄切两半 那这个应该是属于前提 哎呀我选择不吃 在家里你可以任性 出到社会上你就没得选了 开始吃 吃 我的天 哇 你是紧张的 这个我要感 嗯 这个很香 这什么口味 香啦 果然很香 是吧 嗯 而且它的这个肉皮咬起来非常交接 嗯 它这个吃的好Q啊感觉 猪皮 没有皮 里面有筋 对啊 所以猪还是有一个瘦的部位 对对对 这前提 前提应该是最瘦的 比较瘦的地方 对耳朵也瘦 说到耳朵 哎 脆辣 猪耳尖 来吃一吃 来来来来吃一吃 哇我超爱吃猪耳朵 但我觉得它少少一点香味 我觉得少辣 那个脆脆的OK 但我觉得应该更辣更辣一点 多少钱我还有啊 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 7块钱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来你再选一个 就是我 嗯 下一个第一次就是 什么 凤爪 哎马拉凤爪 你选的 绝尾做得非常好 她把这个 凤爪的这个指甲 都剪了 嗯 也是非常降纠 来你的第一次 好可怕 好可怕 哎不错 她的凤爪都选了 还是蛮大多 对 我完全不知道怎么你下手 下嘴 下嘴 我没有很 enjoy这个 过程 小觉得 我是太重口味了吗 我觉得还是不够辣 我也觉得过吧 哦这是麻辣呀 对啊 就是香辣的感觉 不够辣 嗯 她很喜欢鸭婆的样子 她又拿了一个鸭婆出来 喜欢啊 爱上鸭婆了 对啊 鸭筋吃过没有 鸭筋吃过没有 嗯 我只吃过鸡筋 嗯 嗯 嗯 好吃 嗯 人家真的还是不错 人家真的不错 嗯 好吃 推荐 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特别硬 很有嚼头 是 藕片 很辣 超香啊 很脆 你原本以为卤的东西上会很软 但它还有藕片那个脆的口感 但是它还有藕片那个脆的口感 人家感觉就不错 再试试 这个香球一看也挺辣 这个就你们两个吃吧 什么你不吃这个 我过敏 你爵尾确实非常用心 对 她把虾头都给去了 对都去了 虾线也挑了好像 蒜香麻辣 对不对 香辣 香辣 有姜欸 有姜的 姜去腥 好吃 多少钱 二十 二十五 五里十五 对对 你可好吃一点 我帮你的份给吃了 这个多实在 纯虾球啊 我的天 吃起来就省事 而且虾线都帮你挑完了 干干净净净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的味道确实好 我平时搁家 我就弄两罐啤酒 现在因为是这个疫情期间嘛 你除了可以去它全岛八家的门店之外 也可以在网上预定 或者打电话预定 或者是 对 我已经吃了 海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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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带多少钱 四块半 哇 这是我们今天吃的最便宜的一盒 海带几 这属于海鲜 来来来来来 来点海鲜 这种味道没有藕片这么辣 它海带很厚 好吃 嚼起来比较有质感的感觉 但又不像藕片那么的味道 因为藕片吸了太多的味进去 海带好像还没有吸太多的味 因为它的表面比较光滑 好歹人家是海鲜 对不对 吃海鲜 吃海鲜 你叉吃也难费 鸡中吃 鸡中吃 六个 五块 鸡价格还OK 哇 这比麦当道便宜 比麦当道便宜 这个好吃 而且这是比刚才的那个 鸡爪要好吃 是 不会这么觉得 来 鱿鱼 来映上海鲜 有嘻嘻 它有点像那个 早时候吃的那种 你知道带状的那种 鱿鱼丝的那个味道 这边应该这样好吃 这味道像牛百叶 牛百叶是牛的什么味 胃 你说点听懂 这是什么 为什么是嘻嘻的 它很香 香不香 它特别的香 可以一下子把它放进嘴巴里面 然后就可以感觉到那个嚼劲 它的这个咸味特别吊重 没有鱿鱼咸 刚才那个鱿鱼是我今天吃的感觉最咸的东西 是吗 本来天生自带眼眉 这吃的让我多有点起皮疙瘩的感觉 为什么 就真的很疙瘩 过年过节的时候我觉得 这挺挺值得的 我有时候是上班的时候都是 下午觉得嘴巴比较空虚的时候 然后给Yahoo我来试一下 你是打电话叫外卖吗 对叫Grab就好了 个人是比较喜欢吃Yahoo 然后还有欧品 我最喜欢吃虾球 因为虾球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闭门开吃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会为大家介绍更多的美食 谢谢两位 谢谢 谢谢 真正更迟弄 《厉害 detox》 이还OK吗 闭闭闭 闭闭闭闭闭病